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還是得要說 哲午我剛剛一開始講說 這是一個志工們所組成的組織嘛 那所以一切的運作都是要靠各位 就是能夠如果身上有零錢啊什麼 你可以等一下離開的時候 我們在樓梯那裡有一個 那個廖大哥幫我拿 對有一個驛註箱 各位可以把那個驛註款可以放進去裡面 然後協助哲午的運行這樣 因為大家剛剛自己的時候都一直講說 玩出學習力 然後就很像在講說 要怎麼玩出學習力 可是副標大家有看到嗎 就是勞動社會與消費社會下 孩子的童年圖像 它就是說到底玩有沒有必須要有一個目的 好 那我就無標迫梗 我就把時間交給芳如這樣 謝謝彥琪 很高興認識大家 然後謝謝彥琪邀請我來 在這邊就是跟大家分享 那我以前是哲午的聽眾 然後今天算是第二次啦 第二次來這邊講 因為第一次的話是代表主婦聯盟 去講律食欲的推動 然後這一次就是代表我自己 那我介紹一下我自己好了 就是我現在是一個全職媽媽 然後在家我有兩個孩子 一個孩子是八個月 要八個月了 然後另外一個孩子是五歲在這邊 他發出恐龍嬌聲打招呼 那我之前也是共學團的成員 大家好 那後來就是因為共學很累嘛 大家都知道 然後我就慢慢的體力不支 然後就沒有參與 那我今天會就是 講這個題目呢 其實他其實 他的題目其實完整的題目是 玩出學習力 勞動社會與消費社會下的 童年圖像 那在這邊呢 就是看起來是一個 非常複雜的題目嘛 很複雜喔 好像很多個點 對 那就要講一下我複雜的人生 就是我本科系是東海外文 然後那時候後來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學外文之後覺得不夠 然後我就覺得不夠好玩 我就跑去念社會系 然後念了社會系之後就 就是念完社會系之後 我又去研究所有做文化研究 然後在這個學習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修到一些社會 就是我 就是雙修社會系嘛 然後還有文化研究的觀點 所以就是有點訓練我在觀察整個社會現象 然後還有文化現象上面的一個視野 那今天會跟大家講這個題目 就是說一方面 我在育兒的這個過程 我觀察孩子跟社會互動 以及這個社會對孩子的影響 我的一點心得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心得 當然就結合我以前 讀過的一些 老師 老師給我們帶來的一些影響 讀過的一些書 所以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跟交流 那因為大家都是 蠻多人都是 全 就是有也是 媽媽爸爸就是孩子的照顧者嘛 所以 我沒辦法啦 就是 對 所以就是如果要所謂搞定孩子的話 其實可能還要跟你們學習 那 大家剛在那個 講的時候就有講到說 有些就講到說 當爸爸媽媽 想要來這裡的原因是因為想要學習嘛 然後想要知道一些新的觀念 然後某種程度上我會覺得說 這應該都是大家共同的抱怨啦 做爸媽好難喔 又好煩喔 對 就是常常就會感到很煩躁 教養孩子 好像變成 跟教育孩子 好像變成是一個 全台灣 就是 照顧者的一個共同的難題 我說的共同是真的 在我的聯友裡面 很多人都有 共同的崩潰 共同的抱怨 然後而且就是共同都 表現體力不支的狀況 是吧 有人 那這到底是 發生什麼事情 是我的錯 個人的錯嗎 能力不足 還是 小孩的錯 還是 國家錯了 國家對不起我 還是整個世界的錯 就是這個世界 可能 在文化或價值觀上面 有一些 比如說 對孩子不夠友善等等的 當然 我今天不是要 告訴大家 到底 你很累是誰的錯 或者是有的人講說 要生就要有辦法負責啊 我不是 當然不是要講這個 剛剛講到就是 教養孩子跟教育孩子 其實對大家來講都是一個 不管是體力上或心靈上的負擔 我想這是很多爸媽共同地面對的一個困境 或者是一個壓力來源 所以其實我自己也是一樣 就是 當爸媽之後 當媽媽之後 我 我的 櫃子上面多了一大堆的教養書 還有繪本 本來都反正不是這些書的 對我來講好像有很多的焦慮 就是這個焦慮是 我必須要學習 當 當爸媽 不然 我的孩子 就不會是 好孩子 或者是正常的孩子 我有擋到大家嗎 我在哪裡比較好 會不會擋到你們 欸不行 在這裡好了 然後呢 我們的臉書 就是大家 大家都有臉書嘛 臉書的那個 自己應該追蹤很多個教養跟 教育的粉絲團嘛 哎呀 那你剛剛看到這張圖 你又看到了 德國媽媽這樣教自律 猶太媽媽這樣教思考 美國媽媽這樣教自信 日本媽媽這樣教負責 啊台灣媽媽教什麼 教你變成別的國家的媽媽 就是 我們在 很一般就是教養書的排列裡面 就是常常就會看到 出版社出這樣子的書 當然就是表示有他的賣點嘛 透過文化差異 然後 告訴我們其他國家教養的一些方式 讓我們借鏡 那這不是說他沒有道理 但是 我想問的是 就是 大家有沒有覺得 台灣媽媽有沒有話要說 好想要Cue人喔 安琪 台灣媽媽有沒有話要說 我覺得台灣本來自己就沒有什麼國族認同 可以好好的聽說 國族認同就已經很弱了 我們自己本地本土的意識還不夠大 所以自己在討價 安琪講到一個點 沒錯 我這個我也蠻認同的 就是說 有很多的時候我們的擔憂跟不滿足 其實是來自於一種 某種程度上文化的自卑 或者是我們自己在 國家的主體性還沒有建立 這個過程我們說是 如果是用比較學術的術語來講的話 就是一種比較後殖民的心態 那這個後殖民心態讓我們會覺得說 其他國家比我們文明 然後我們需要去學習 那好像說其他國家的東西都比較好 那個 比如說現在大家都應該家裡或多或少都有 德國的積木吧 或者是 那個 好多什麼德國拼圖啦 然後日本的一些 教局之類的 就是 很多的時候我們會有這樣子的 焦慮啦 也覺得其他 國家的東西好像不錯 那 台灣的媽媽其實 在主體性上面 就是說我們在很多的教養書裡面 我們 會看到就是說 教養專家常常教的 比較多是 國外移植過來的觀念 那我們 台灣的媽媽 她自己想要說的話是什麼 那我 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我就參與了這本書 叫做做父母的100種方式 那這本書呢 是陽明大學的一個老師 梁立芳老師 他企劃的 當時他 他的企劃的一個很簡單的原由就是 在很多的教養書裡面 我們都看到 媽媽要怎麼樣教小孩 好像是說 媽媽你有義務要這樣教小孩 不然小孩會被教的 不是 不負責啦 不自律啦 對 那麼 媽媽你有義務要這樣養小孩就是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 我們看到一個狀況就是 媽媽 他真的有需要 這麼的資訊焦慮嗎 教小孩 真的有需要 去 讀這麼多書嗎 我非常 我在這裡 我不是說教小孩都不用 不用反思 不用反省 教小孩是要反省 跟孩子 透過跟孩子的互動裡面 去反省 這個關係的建立 還有關係裡面的各種樣貌 但是我不是說 我現在在講的是一個 資訊焦慮 就是說 到底我們台灣的媽媽 她的主體性是什麼 然後她知不知道 她在 尋求各種教養的方法 或者是教養的答案的時候 她面臨到什麼樣的困 狀況 這個狀況可能是 其實 事情不是像你想那麼糟 比如說 在這本書裡面 我來介紹這本書一下 這本書裡面我覺得很有趣就是 他會講到說 小孩生長 就是我們小孩 生出來之後 會有一個生長曲線 那梁老師 他所寫的就是 我的孩子就是 落後這個生長曲線太多 那他 他自己本身就是 他先生是醫生 然後他孩子是比較落後 但是孩子所有的身體健康的狀況都沒有問題 可是這個社會會對這樣的孩子焦慮 就是說 他是這樣子 所謂落後 成長曲線的孩子 那這個社會會說 你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你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樣子的 教導 或者是 這樣子的經驗分享 就會變成 媽媽的焦慮 那以我自己來講的話 前幾天我才帶我的女兒 她八個月了 我才帶她去打 卡戒苗 大家知道卡戒苗是什麼時候要打嗎 各位媽媽 對 出生就要打了 然後其實我女兒 從出生到現在只打 第二劑 那個 第二支 疫苗 那他之所以打第二支疫苗的原因是因為 他這個過程裡面就是有感冒 然後當然就是我也有去搜集一些疫苗的資訊 所以我就會比較謹慎 我就不希望他生病的時候去打疫苗 然後那個醫生看到那個疫苗卡的時候就 哇非常的焦慮 那個眉頭 已經皺成快要變叉叉了 然後就說 你這樣落後太多了 那個 德國麻疹台灣還有啊 然後什麼什麼 就是還有 你們這樣子很危險這樣子 我非常同意他所說的這些風險的可能性 但是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 知道他沒有打疫苗 其實我們有減少外出的機率 所以這個是我們自己是可以去 處理的 我們有自己負責 但是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在我們這個教養過程裡面 當你沒有跟 你在教養孩子 或者是你的孩子沒有跟這個社會 起步的時候 其實這個社會會給你一些壓力 那 我在這一本書裡面呢 就是 主要談的就是 我負責寫的篇章叫做 要上學還是共學 然後繪製孩子 童年的圖像 那為什麼 會寫 這一篇文章 主要是因為 在 這一本書裡面 他有分很多個 就是章節 然後呢 那我寫的是負責教育孩子的那個 那個章節在講說 我們 選擇 怎麼樣的方式教養孩子或教育孩子 其實是 被社會所影響的 而且這個社會其實建構了我們的一些偏好 這社會其實建構了我們一些偏好 那 我 我就從我 我一開始呢 編輯他是要我寫的事 就是說請我去 寫 共學 就是 因為現在其實台灣有非常多的共學團體 也就是說 學林前 的一些 比如說玩樂的聚會 然後以及共學團體 就是蠻多的 然後他本來是要叫我寫這個 然後還有從社會學的觀點去分析 但是後來呢 就是 因為我在前半部寫的是 我孩子上幼兒園的經驗談 所以後來 我就 這一篇文章我就 後半部編輯就跟我有共識就改成 我參加共學的經驗 那變成說這篇文章其實是在講 我的孩子上幼兒園跟共學 這兩種 童年感受 就是不同 就對他來講是一個 還蠻有落差的 落差的童年感受 然後 我孩子他之前就是上幼兒園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家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我們家在教育孩子上面其實是走比較 就要有點講直白一點就是極端民主的那個做法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就是用很多我們幾乎就是用溝通 那 跟孩子一起討論 他可以做的選擇 以及就是 我們無法 我們家長無法承擔的他的選擇 那 但是 孩子一進幼兒園的時候遇到一個情形 就是 就是 老師們他當然面對十五六個孩子 幼幼班他是無法這樣子 就是 一一的跟孩子溝通 這是事實 這是一個現實的困境 所以小孩子他 面臨這個很大的落差 他最常問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 他要這樣規定我 他回來都會問我 為什麼 規定就要聽他的 然後以及 你要不要說說看 幼兒園的時候 要不要講講看玩具 這事情 他遇到一個很 很不能接受的衝突是 就是 老師要他們那個搭火車去上廁所 他覺得他要上廁所 就是 一个接一个肩膀搭肩膀去排队去上厕所 那对他来讲他觉得 我要上厕所就是可以自己去上厕所 为什么我要 就是跟别人有身体上的接触 那因为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是有跟他讲说 在身体的痛处上面需要得到别人的 就是他自己的允许别人才可以碰触他 所以对他来讲 他不能适应这一个老师的规定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状况 比如说包括就是玩具嘛 好像在学校里面幼儿园里面有一些玩具 是老师有规定 比如说今天是玩这些 明天是玩那些 就是他是有规定 不是说你可以去自由取用的 所以在这些规定下 如果是或许老师如果是有跟他沟通原因的话 他可能比较好接受 可是是没有 所以对他来讲他真的很适应很困难 遇到很大的挫折 那后来我孩子同时那时候其实是在假日的共学团 那共学团其实也是比较就是说尊重 以尊重孩子的主体性 然后用沟通的方式 然后去陪伴孩子 所以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下面 他非常的就是说他去学校是非常的不适应 那我自己就开始观察 以及开始思考 为什么 我们大人的态度 还有就是这个社会的氛围 对一个孩子的影响会如此的大 他的情绪 然后他们的童年的样子是什么 如果我的孩子他是一直不用去幼儿园的孩子 他的童年真的是跟需要去上班的那个 就是需要送去幼儿园的孩子 可能是蛮大的落差 所以我就开始思考 玩这件事情在小孩的 就是小孩的童年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他的本质以及说玩这件事情 到底他的重要性 玩很重要 但是我想说 他重要性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 或者是在我们社会里面 他到底意思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可以接受小孩子玩 为什么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接受小孩子玩这件事情 大家有想过吗 你们我们大人 其实对每个小孩子玩乐的尺度 接受度是很不一样的 真的很不一样 比如说 有人家里有小孩子把脚抬到餐桌上吗 应该有吧 孩子小时候也有过 长辈基本上他是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是可以了解 他是在玩 然后另外一个状况就是 比如说 我家我的娘家是透天的 然后小孩子以前 大概在四岁三四岁的时候 非常喜欢在楼梯上跟表姐 非常喜欢在楼梯上追逐啊 然后爬上爬下冲上冲下的 我爸妈是不能接受他们在楼梯玩 因为担心危险 就是说 每个大人对孩子玩的尺度都不一样 那整个社会对孩子玩的尺度有没有共识 大家可以想一下喔 有没有共识 我们觉得孩子怎么玩 其实是我们有没有社会共识 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所以其实我在书写这个书的时候 我其实在思考这个问题啦 到底什么是自由玩耍 那孩子他童年的样貌应该是什么 我们台湾的孩子 或是我们这个社会可以给台湾孩子童年的样貌是什么 那这个树有人认得吗 这树有人知道在哪里吗 美术馆 对 美术馆 然后这个树在 比较远啊 在那个土牛公园 在那个 东市 在东市啊 这棵大树就是 在东市 那树到底能不能爬 大家觉得美术馆这棵树可以爬的举手 这棵树在美术馆的大门进去 然后那边有一小方块 全部都是种那个 鸡蛋花树 全部都是鸡蛋花树 美术馆入口 不是自动门的地方哦 是 是那个还没有到自动门的地方 在广场那边 广场旁边 有人觉得美术馆的树 请问大家好 觉得美术馆的这棵树可以爬的举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数一下哦 123456789 11 12 好 放下方 你觉得可以爬吗 瑞瑞 你爬了啊 你爬了啊 所以你要算一票 13票 13票 就是 我是觉得可以爬 可是我 可是 可是我不会 我是觉得可以 可是我不会鼓励我的小孩子爬 因为我觉得 就是不想要被人家纠正 对 刚刚讲到一个很放的点 我觉得可以爬 但是我不会鼓励我的孩子爬 因为我不想要被人家纠正 那请问一下 你会阻止你的孩子爬吗 如果他爬了 如果他爬 我不会阻止他 但是 就是 我 我 就是 不会 就是 不会 就是 主动去跟他说 你那棵树可以爬 你去爬 这样子 所以主动去跟他说 你去爬 爬 看 这样子就对了 对 对 那现在 大家觉得这 现在只有一半的人觉得可以爬 那 刚刚有举手一半的人 那这棵树到底可以被爬 如果这样子依照你的标准 你是双重标准 小孩爬上去的时候算了 然后小孩没有爬上去的时候 最好不要爬上去 那这棵树到底可不可以给爬 对 这是一个问题 树到底可不可以爬 然后呢 这棵树啊 很大棵 超级大棵 一堆同学 小朋友在爬 那 这样子的所谓的老树啦 也是神木 到底可不可以爬 他可不可以爬的那个关键在哪里 诶 可不可以问一下 你觉得可以爬跟不可以爬的关键在哪里 呃 对 对 我 我现在 因为其实我现在没有要给大家标准答案 也没有说要评论大家的选择 那我讲一下 我们分享一下 对不对 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去国美馆啊 然后那个小孩子 就是小孩子在坐电梯 要去那个儿童游戏室 然后坐电梯的时候呢 有小孩子在唱歌 那就有一对老先生老太太然后带着他的孙女跟那个那个一个小男生跟一个小女生 然后他就说那个小男生就说美术馆是一个文明的地方 所以在美术馆坐电梯不可以唱歌 谢谢你的分享 好有趣哦 呃 或许每个人对美术馆的那个规范都有不同的想象啊 在美术馆到底可以干嘛 只能安安静静吗 我不知道啊其实 或许安安静静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不知道这棵树可不可以爬 我们每次去哦我的儿子就会爬上去 然后呢 旁边就会有人当然绝对不是在爬在玩石头的孩子 然后呢接下来小孩就会这样子 旁边的小孩会怎样 诶 你小孩是不是有爬过 没有小孩爬过啊 一定爬过嘛 过学团 那旁边没有爬的小孩会怎样 那旁边没有爬的小孩会怎样 会问他 没有啊 我没有遇过 但是我都好说 他可能有小孩会说 诶 总的也爬叔叔很爬 我会想 有的 因为很多小朋友的小孩会这样对别人的心灵 有很多事情 对对对吧 刚讲到点 就是说其他小孩就会帮忙制止说 诶 这个树不可以爬啊 然后还有 但是我遇到的比较少小孩子是制止的 可能因为我大人在旁边 他是这样子 一直看着 一直看着 好想爬 我猜 他们就会很想爬 然后有的就忍不住跟着爬了 然后他们 带他们来的大人就说 下来 不可以爬啊 这个树有毒 还有这个树危险 然后之类的 说鸡蛋花有毒啦这样 那因为家族倒壳嘛 可是树干没有毒啊 那 我不是要正当化他爬的理由 只是说 没有人知道这树可不可以爬 一直到 他其实每次去都爬啦 然后呢会坐在上面呢 然后树也没怎样 还会在上面掉单杠 可是呢就有一次就是警卫就跑来说就是不可以爬 然后我就跟警卫说 这个树故意种这么矮的可以爬 可是我是之前有听过建筑的朋友念建筑的朋友这样跟我说 我就转告这样 然后 好 那这个可以不可以爬 这在哪里 大家都有小孩 科普馆大家都知道 那个 这个是DNA吧 DNA的 这可以爬吗 这 大家都爬上去好不好 你知道那天有多少小孩 我儿子在这里 因为他那个改建停车场那样子 对 这是之前的照片 旧照片 这个的牌子下面 真的就有一个牌子就在下面写 禁止攀爬 然后没有小孩 当然没有小孩看得懂 他是写给大人看的 但是所有小孩都爬上去了 然后所有大人都无力制止 就是 所以 我回头我要讲说 我玩出学习力这件事情嘛 大家刚很期待说想要听 听我说 怎么玩 其实我不知道要问小孩 怎么玩 真的要问小孩 那可是你问小孩 他真的知道怎么玩吗 他不会知道怎么告诉你 如何玩 应该说他说不出来 小小孩啦 怎么玩 但是他一定会玩给你看 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很有趣的情况 可是我们大人怎么理解完 我刚刚听那个大家 那个自我介绍一轮的时候 我满高兴的 很多人是因为 玩出学习力 这五个字来了嘛 对吧 那 如果我今天改标题 哪一个标题 那个 得票数比较多 我是选玩出学习力啦 但是 事实上 如果你只要随便Google 就是 或者是 你有定什么 亲子杂志啊 或什么的 玩出什么什么力 超级多的 玩出学习力 创造力 未来力 社交力 好EQ 语言力 脑力 耐挫力 活力 太多力了 只是没有人说 玩出好事力啊 都是真的 那玩真的 可以发展出这些能力吗 那事实上 真的有一个教长专家写一篇 玩出八种能力 他有界定玩可以 想出八种能力 但是 那你不培养能力的时候 可以玩吗 其实我们小时候 也不会想那么多 玩就玩啦 大家小时候有玩这个吗 就橡皮筋拿起来 不就玩了 什么变星星变 还有变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变热气球 对不对 隔子 跳隔子大家有玩吗 就是画一画就开始在地上丢石头 就玩了 那玩是真的可以 学习的 是可以玩出学习力的 小时候我们就是透过玩 这个跳隔子的活动 是不是学会练习一到九 大家记得吗 数字的数字的序列 就是在玩这个跳隔子的过程里面 我们慢慢的学习 不能乱跳嘛 对不对 因为玩有规则 不能乱跳 然后呢 还有玩什么东西 我们学会一些其他的能力 小时候大家不是有玩跳绳 然后就会一边念什么 城门城门鸡蛋糕 应该有吧 我虽然快要40了 但是大家 应该也有这种经验吧 就在那个玩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的语言能力 也其实是被发展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当然这个细部动作 比如说玩橡皮筋 这个发展你的手指的能力 对不对 那我知道这边有那个物理治疗师嘛 玩可以帮助你很多 身体很多肌肉的那个动 那个活动 可是我们到底是要玩 还是要创造能力 刚才这个是这样的 我是为了要好EQ才去玩 还是本来就玩就玩 这也没有标准答案啊 也没有什么评论 但是就是让大家想 因为哲学星期五好玩就好玩在 其实大家一起想 也不是说标准答案 有标准答案吗 那我在这边就要回到比较 学术上面的讨论啦 就是有一个荷兰的学者 他叫那个赫兴 那个乌兴嘎 他其实他是在二次大战以前的学者了 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就写了这本书 叫做游戏人 Homo Ludens 这很有趣喔 这本书 那个Homo呢 他在希腊文里面是人的意思 那Ludens呢 在这边呢 在希腊文里面其实是 翻成游戏 中文翻成游戏 怪怪的啦 其实不只是游戏 游乐啦 乐趣啦 游玩啦 都是 因为游戏感觉是已经有一个形式了 但是他这本书里面介绍的不完全是这样 所以Homo Ludens 我们先简单讲游戏人 他当时就讲 写这本书 他是一个文化历史学家 他就写这本书 他就说 他就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就说 人本来就会玩啊 人就跟动物一样玩是本能啊 玩需要学习吗 他觉得人本来就会玩 出生就会玩 然后就跟动物一样 所以你们有教狗玩过吗 你们教养过小狗吗 大家 小小只的刚出生没多久 你跟他玩 他自己就会玩了吧 他就会跟你玩了 他会来讨好你 会跟你玩了吧 跟动物一样 玩是一种为了生存的本能 他是这样觉得 然后玩 他 他觉得人本来就是喜欢玩乐了 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拒绝玩乐 你根本不可能拒绝玩乐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游戏游乐本身就存在一种乐趣 这个乐趣是让你无法用理性去分析的 然后无法去用逻辑去思考的 怎么说呢 如果今天我们用理性去分析玩 还有游 就游玩 play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那你不就预设了动物不会玩 动物有理性吗 当然我们现在动物学里面可能会说动物很聪明啊 什么什么的 但是如果是以古典的哲学的思考来讲 动物不是跟人不一样啊 但是人是有理性的 所以如果你说 我们人类的玩是可以用理性去分析的的话 那么我们等于预设的动物没理性 那这样子的逻辑就 欸 我们预设的动物有理性 欸 等一下 打结了不好意思 我们如果用理性来分析玩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预设了什么呢 就是动物不会玩啊 刚刚讲到凡 讲太快了 所以这逻辑上有问题啊 动物超级会玩的啊 大家 大家刚刚听到我提到狗嘛 狗会玩嘛 那还有一种动物非常爱玩欸 就是 海洋的动物 海豚嘛 还有一种更杀的 杀人精啊 就是他基本上 他有很多的时候 他跳起来的时候 他是为了玩 他不是为了打猎 所以其实动物里面 其实确实在动物里面 他其实很多的 呃 玩 他不完全是为了打猎 他是为了玩 那是一种内在的冲动 所以 他就讲啦 玩就是因为他有趣 所以你本身就是会玩 你会有这种冲动去玩 所以 你当你选择要去玩的时候 你根本就是 讲白点不理智的 所以以前小时候 不是我们 刚刚有那个 讲台语的朋友 就是如果是台语的家庭 常常听到那种爸妈 不是说 死人啊 你不知道死我 你算得真 有没有 算得常常 算得不知道死我 只是也是常常是这样 可是玩其实是一个 因为你 他有乐趣 所以你根本就是很难用理性去控制 所以 当我们用 在这边 你看喔 所以他就讲了 当你接受游戏的时候 你就接受你那种心灵的状态 所以我们玩的时候 你是不能用物质层次下去看他的 也就是说 他其实是超越物质层次的一种存在 一种状态 那玩 他当然就本身 他的意义就跟工作不一样 这样大家有follow到吗 因为这边就比较 学术上的东西 所以玩他本身就有意义 他就跟工作不一样 所以 现在我们 刚刚讲到玩跟工作不一样嘛 所以 我们接下来就要讲的是 玩真的可以跟工作分开吗 可以很纯粹的玩吗 发自 发自内在冲动的这种玩 大家现在 可不可以给我举几种 几种方式 或者是几个例子 想一下 老师那个打电玩算吗 打电玩 还有人吗 还有人要讲吗 可以抢过去喔 有人要讲吗 玩 玩 有没有 有什么玩 是觉得 你现在一下想到说 根本就不能用理智去思考的啊 然后根本他就是想玩就玩啊 冲动啊 也不是冲动啊 就是根本无法形容 打电动 大家觉得打电动怎么样 打电动这种玩是理智的吗 就脸书上很多人会抱怨老公打电动 其实我告诉你 我只要滑起手机也是那个不理智的 就是对我来讲 那就是在玩 没有办法听的 然后那个小孩在哭 我就觉得 他应该没有很饿吧 我是不理智的 那 来 我现在要跟大家说 就是 小婴儿的玩就是 完全就是一种出于冲动 你们有看过 不只小婴儿啊 你们有看过小孩玩水吗 那个小 不好意思 小孩玩水 我先转静音 小孩玩水他怎么玩 他刚 小小孩他看到水的时候 对 他那个眼睛发亮的 然后他就去拍 拍拍拍拍拍拍 像我女儿现在就是这样 他是八个月 他洗澡的时候 他不只玩水 他还喝洗澡水 就是叫他不要喝 是不是很难 他是拍一直拍拍的整个水 水花溅到整个头脸都是 他那个玩是 他根本 他只想感觉水感受水 或者是他就想玩水 下雨天小孩子 遇到下雨天很多也是这样 就头也不回就冲去了 那打电玩这种玩呢 我想只要沉浸下去 也是一种很难 很难就是跟日常生活 连接起来的 马上就会断线的 那乌星港他 他到底怎么研究完 如果玩是一个这么普遍 而且好像神秘的现象的话 他很厉害 他其实本身是一个文化史学家 他也是一个语言学家 他那时候就从各种语言下去 比较文化的 文化里面玩的概念 他就发现一件事情 玩齁 各个文化里面都有语词来谈游戏啦 或者是玩乐 那最重要的就是 他只要能表达游乐的功能 他们这些词汇 通常都是要表达游乐的功能 跟小孩有关的玩 比如说他 比如说在希腊文里面 就会有一些单字 就是在讲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 玩某种东西啦 或者是跳啊 蹦啊 舞蹈啊 甚至到最后竞争 那像大家知道那个奥运比赛 奥运比赛以前那个是 可能 他是一个竞争 但是其实他本身 他语意 或者是他的那个语言启示 跟玩也是有关系的 再来呢 玩不是都那么正面的 刚刚我们讲说 现在社会里面 大家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问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社会对小孩怎么玩 有没有共识 我们刚刚大家有想这个问题嘛 好 可是我们刚刚有一张列表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玩出生 玩出学习力 至少你们大家是不是对 玩出学习力真的有共识 才会来这里 蛮多人都是这样嘛 只要有 可以增加学习力 你就觉得 玩是正当的 但是 玩不是每次都是这么正面喔 他的研究里面 他说玩喔 其实有时候有恶作剧喔 取笑捉弄 玩弄嘲弄破坏喔 而且他在日文里面呢 日文那个游玩这个字呢 其实有时候还表示 闲晃啦 赌博啦 浪费时光啊 无所事事喔 就是说玩他其实 或者游玩这件事 游玩这个词 他并不是都很正面 所以我们中文也有嘛 比如说我先讲中文 先讲华语好了 玩耍 耍这个字是不是玩 我闹你 闹也是玩吧 闹你我闹你我开心吗 有时候闹人的人超级开心 对不对 被闹到很不开心啊 但是闹 身为主动去闹人的那个人 他一定是有得到乐趣嘛 是吧 所以他其实不一定是正面的 他可能是具有破坏性的 那台语当然就冲笛嘛 对不对 给你冲笛 所以我们小孩 是不是在生完小孩之后 妈妈都遇到这种情况 噢 给别人上 弄我一下小孩 给你戳一下就捏一下什么 他这样玩你小孩没有 很气对不对 对 就是因为玩你小孩有趣味 但是对我们来妈妈来讲 就是有破坏力 就是 那 刚刚有讲了啊 玩啊 不是真的都这么正面哦 那 那我们这个社会 怎么看待玩 我们从工作的逻辑 这边我先停一下 那个乌星高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这个 我们现在 现代社会下面怎么样看玩 那个 从英文单字来讲 那个休闲娱乐叫 recreation嘛 那其实它是一个 re开头叫做creation 就是re就是重复的意思嘛 重复的创造 那这个很有趣啊 我们为什么休闲娱乐 是用这样子的英文单字去表达 这是语言学上面的分析 这其实意味着什么 就是玩它好像跟工作有关 是吧 玩 其实在一般的话 就是所谓正常的工作的文化 就是我们现在现代社会里面 玩其实是跟工作有关的 所以礼拜日在基督教的那个传统里面有 或者犹太教床的没有安息日嘛 然后休息 休息之后 是不是一个礼拜又开始了 就是开始工作了 那玩是为了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然后玩是为了放松心情 然后去继续工作 那在那个 我知道有一个幼教学派啊 他就是认为说 充分的玩耍 身体的劳动跟活动之后 小孩子才能静心 所以他们每天早上他们就会幼儿园 就是会让小孩去 就是玩 走一圈啊 然后走完之后再进教室 因为他们也是相信这个 一种我们说 有生产力的 并且很正向的这种 玩或者休息 是有正向意义的 所以寓教一乐 中文里面寓教一乐的成语也是 可是Husinka怎么说 刚才是我们现代社会在思考完 那Husinka怎么说 他说玩 没那么复杂 但是他有很多的条件 大概有六个啦 玩之自由的 他绝对跟工作是两码子事 所以刚刚很奇怪 我们现在的人 现代社会觉得玩是为了工作更好 更有劲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 他说玩不是啊 玩他怎么可以跟工作合在一起 玩是自由的啊 他们怎么是同一个层次的事情 如果你想要玩 就要很自由 出于自愿 出于冲动 这就是自己想玩 想得到乐趣 那玩一定跟日常生活啊 原本的生活脱节 比如说 我今天跟大家说 大家站起来 玩一二三木头人 就跟我的演讲绝对脱节了 大家应该或者玩大风吹 大家应该玩得超开心的现在 对不对 可是就是一个脱节啦 我们如果要创造一个游戏或 就是开始玩乐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要有这些特点 跟原本的生活脱节 然后再来就是 比如说暴力的游戏 有些游戏是暴力的喔 然后或者比赛喔 摔角 大家有看过摔角吗 摔角很暴力吧 就是基本上摔角是一种暴力美学嘛 它是一种游戏 但是呢 它也是跟日常生活脱节 摔角这个非常特别 非常特别的游戏 摔角是一个人类学家里面 最爱讲的例子 为什么 摔角要打扮对不对 有人看过摔角吗 你们不会没看过摔角吧 男生有看过的举手 有 好 摔角一定要打扮对不对 要戴面具对不对 然后 要打到吐血 所以它一定是有点暴力 然后跟日常生活脱节 再来就是不带厉害物质 物质厉害的 就是说 这个是乌兴嘎的定义啦 就是说 玩不是为了特别的目的 我不是为了赚钱去玩啊 我不是为了 玩就是为了玩 再来就是能让人信以为真的 比如说 小孩子喜欢玩装扮游戏啊 装扮游戏嘛 他一定要相信自己是咸蛋超人嘛 然后再来就是有规则 有时间限制 而且会完 会结束的 比如说我说 现在开始玩123木头人 那就是我会有开始暂停结束嘛 一定会有结束的 所以玩基本上要有这些特点啦 但是这些刚刚讲的特点大家都稍微还记得嘛 那我们现在思考一下 你们的孩子平常的童年怎么玩 就是现在孩子的童年的样子 有办法这样的玩吗 就是他突然是 就会想要出于自愿的玩 或是自由的玩 我知道共学团的可能是比较有这种经验 是小孩子他可以自己主动发动去玩 但是我不知道就幼儿园的话会真的是有点困难 因为在幼儿园里面呢 基本上他一整天的课程设计都是设计好的 孩子的那个行程也都设计好 所以就很难让孩子自己想要随机的发动游玩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社会有关系啦 就是爸妈工时太长过劳 所以其实在幼儿园里面 四点半放学之后 其实很多爸妈不能接小孩 所以就会开始有什么幼儿园就有托育服务 然后托育服务里面就会有说 诶 我有社团 这个社团什么 小孩子可以学积木课 是吧 可以学溜冰这样子 啊这是玩吗 如果依照刚刚乌星高的那个说法 大家想一下 那再来就是五月天 不是那个阿信的焦虑五月天 大家猜得到这是什么吗 焦虑的五 升学喔 不是升学 跟玩有关 快放暑假了 快放暑假 妈妈会焦虑啊 学校放假 结果小孩怎样 要去哪里 要去哪里 没错 阿五月为什么重要 不是因为母亲姐 我母亲好可怜喔 五月还很焦虑 就是因为呢 这个时候基本上所有夏令营呢 的营队开始要报名了 所以呢 学龄 家里有学龄儿的妈妈 就会开始焦虑 焦虑说 哇 我要赶快去抢名儿 所以 这是一个 现代社会下面呢 我们可以说是 不只是童年的样貌啊 也是亲直的样貌 就是 爸爸妈妈她 她的 她的状况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小孩抱下令营 她不能就这样晃荡两个月吗 大家有想过吗 有没有办法 就这样让她 就算老板 愿意让你带她上班 你会愿意让小孩跟着你去上班 两个月的举手 假设你们现在是 那个职业妇女 有人举手 真的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对 放在休息室 那你一定有很多自由玩耍的时间 对 我小孩子 我小时候呢 也是跟着我爸妈一起 我爸妈做生意的 所以我就跟着她 她们在忙的时候 我就在后面 自己玩自己的嘛 她自己玩自己的 基本上就是 做的事情就 什么都可以玩 也有点暴力 比如说我烧过蚂蚁窝啊 大家看过蚂蚁 然后就开始烧啊 然后用各式各样 东西去欺负蚂蚁啦 就是做观察 这是我的玩 我就自己发动了 但是现在的状况就是 因为我们很大部分的家长 需要托育小孩子 所以 而且呢 其实也有这个市场出现了 就是夏令营的市场出现 所以变成说 好像你不把小孩报名一个夏令营 她好像整个无所事事晃荡两个月 你就开始焦虑说 全部的人都有去夏令营 然后为什么我们家没有 就有这种跟不上的焦虑 那这个跟不上的焦虑 就会变成说 欸 玩变成是 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 大家想一下 它变成有一种道德约束了 不一定是完全自由的 那大家有 有人带小孩去过这里的举手 欸 不会吧 这个是在台中啊 那个亲子餐厅 小飞 欸 还没有去过 他很大喔 六百坪喔 他 他有什么 瑞瑞你讲一下 他不想讲 我帮他回答 这个是亲子餐厅啦 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其实现在台湾的社会 算是一个高度消费的社会 所以我们其实服务业 比制造业的人口 就是 是蛮多的 这个亲子餐厅呢 很大啊 然后呢 它有赛车场 然后它有一个 有点像体能的一个设施 然后还有溜滑梯什么的 就是说在现在消费社会下 我们的孩子看起来有很多 多元的游乐的选择 是吧 大家有去过亲子餐厅 然后也有饭店里面 有赛车场的啦 然后也有Shopping mode 结合游乐场的 太多了 但是事实上 等一下喔 然后再来就是家家 可能都会有一套 一样的玩具啦 谁家没有的 谁家有小孩 没有这种东西的 他们家小学生了 我硬要这样讲 就很多人家里也有这种东西 就是一样的喔 就是 设计过的教具啦 玩具之类的 为了发 就是因应孩子的发展 然后要认知的学习 所设计的游具教具 或者是物质生活里面 预先安排好的玩乐消费品 比如说电影衍生的商品 谁家有女儿没有Frozen的 那个冰雪奇缘的 有没有人家女儿没有冰雪奇缘的商品 大家都有喔 对 就是很多人都有 那小孩子也很爱看开箱影片喔 现在 那个YouTube的喔 很热门 好 所以其实在这种消费社会下 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 诶 玩变成什么样 有消费才有玩乐喔 没消费没有玩乐 有没有 因为事实上在我们公共的 那个场域里面 比如说图书馆啦 或什么的 公园啦 其实公园可以玩啦 但是很多的公共场所是 不给小孩玩的 但是变成说 在这种消费场域里面 就会开始 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允许你小孩玩 但是付钱啦 那这什么社会学的意义啦 回头来看一下 这变成什么呢 特定阶级的消费习惯 变成一种教养范本 比如说 那不过就只好去青子餐厅玩咯 我要符合大人聚会 大人休闲 然后青子时光小孩又开心 那我们就去青子餐厅咯 然后再来就是流行 就是大家都会买一样的东西嘛 那个流行的东西 流行会带来一个矛盾 这个有一个有名的社会学家 叫George Zemo 他其实在讲流行文化的 他就讲说流行有一种矛盾 流行是什么矛盾呢 我问大家 大家觉得流行是社会上少数人带领的 还是多数人 少数人对不对 那大家觉得社会秩序是大家 多数人遵守还是少数人遵守 多数人 那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带领流行的人 就是社会里面的脱续者 所以他就讲啦 他就讲说 流行的矛盾就是 社会里面少数的脱续者带领起来 结果变成全部的人都要遵守 然后变成全部的人都要遵守之后 又变成一个矛盾喔 矛盾就是 当大家都遵守这个流行的时候 都follow的时候 就不流行了啊 对不对 流行是会消失的 所以 变成说 我们社会学的意义是什么 当大家流行 用这种消费的方式去教养小孩 或教育小孩的时候 变成我们社会学的意义就是 一方面是刚刚讲了 阶级的状况 再来就是 一种文化 小孩还有办法自己创造自己的文化吗 没有 他的玩乐的文化是在 镶嵌在什么呢 他玩乐的文化是镶嵌在 所以这就是变成一个问题 时间商品化 童年商品化 而且童年一致化 那 那怎么办呢 也没有怎么办啊 就是 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变成说 诶 无聊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在讲 玩的时候 其实大家其实都会 刚刚是不是有一个 制作邮具或教具 或玩具的朋友 有吗 就是 你们在不管是行销或什么 一定会写说 我们要让孩子玩出创造力 可是在现在这样子的社会的框架下面 我们孩子有办法玩出创造力吗 想一下 一个孩子有办法玩出创造力 或一个人之所以有办法有创造力 透过玩乐 玩出创造力 他首先需要的一个处境 就是无聊 这个社会有允许小孩无聊吗 你们人生有无聊过吗 你们的童年有没有无聊过 你要仔细回想你童年的时候 你一定会慢慢的发现 你童年里面无聊的时候 其实是最有趣的 印象最深刻的 因为你会自己去发动你的游玩 是吧 但是当这个社会让这小孩 没有办法去享受无聊的权利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有创造力 所以没机会无聊就不会找事情做啊 就是变成说他没有懂得乐趣是什么 他没办法懂得乐趣是什么 那再来就是被迫游乐的道德戒律 就是我讲个简单的故事 就是我子女前几天我带他去济南大学玩啊 我子女 就我姐就打电话来说 欸 你带小孩去济南的时候 你帮我拿一下那个济南有什么DM吗 或什么的都好 我想说 哦 好 他就我说你要干嘛 他说 啊他们那个学校暑假作业上面要贴说 去哪里玩啊 所以你帮我拿回来剪一剪我要贴 然后日月团的也顺便帮我拿一点这样子 就是他们被迫玩乐啊 很哀怨 然后小孩根本不知道济南大学是什么 然后日月就他就这样子被卖出去了 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哲学的层次来讲 几点 哦 45分 好 我们现在从 刚从社会学的意涵来讲玩乐这件事情 然后现在从比较哲学层次来讲 我们为什么讨论童年的样貌 为什么讨论玩乐 其实是跟一个自我实现是有关的 就是说孩子的童年要貌 其实他反映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他童年是长什么样子 他的玩乐的界限是什么样子 其实是有社会共识的 刚刚大家还那个想 但是我自己个人认为是有社会共识的 所以他那个尺度是社会性的 那从哲学的层次来看的话 就变成说 孩子透过玩乐自我实现其实是什么 他是跟一个哲学里面很重要的命题有关 其实他在跟自由有关 他讲的其实是自由 这是蛮重要的议题 就是自由就是谈人为什么存在 以及他在这个存在的过程里面 他可以运用什么样的能力 然后在什么样的时机 什么样的判断之下 达到他自己的目标 就是一个自由跟存在的一个议题 这是蛮古老的哲学命题 所以如果孩子的童年是自由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他其实是 会跟这个社会互相的互动 然后他在被允许去冲撞这个社会界限 或者是跟这个社会互动的时候 他就感觉这个社会其实是有界限的 然后在这个社会的界限跟他自己的欲求上面 他其实是慢慢地形塑他自己 然后并且了解他自己的能力可以到达哪里 所以这玩的话 我们从哲学的层次来看 其实它是一个建立自我的过程 所以当我们在说孩子的童年中 重要因为我们从个人的层次来看是这样 那从社会的层次来看 就这个社会它够不够自由 所以刚刚提到就是玩这件事情 到底我们有怎么看待玩 或者是怎么看待游乐这件事情 玩是不是要跟学习放在一起呢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看 我刚刚讲到一个关键 无聊的时候你就会找事情去做 我们社会有没有办法允许孩子无聊 如果我们社会没有办法允许孩子无聊的时候 我们社会就等于限制他的玩法 因为他不是自己去发动安排的 那么某种程度上就可以 我们再继续谈下去就是说 很有可能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玩的形式 其实是孩子被预先安排的 设定目标的 也就是刚刚说玩出语言 玩出学习力 我不是批评他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能不能单纯一点的 就很果断的说 很干脆的说 那些都不是玩 那些是学 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大人应该阿萨里一点 说学就学 玩就玩 为什么要玩出学习力 太麻烦 就是我们就学嘛 就是说那是学 那不是玩 那如果我们承认说 其实很多的东西是 我们其实是要他去学的时候 那么我们某种程度上 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社会 其实给予孩子 自由玩耍的这个空间 跟允许的程度 其实是很低的 那么 所以你说 透过自主发动的玩乐 才能感受 就是个人跟社会的界限 然后学习肯定自己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一个人玩 为什么会重要 他是自我实现的过程 再来就是 其实在未来的世界里面 我们孩子的世代 其实他工作的时间 会比休闲的时间少 因为未来可能就有AI 人工智慧 他帮忙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 当他不知道在一个闲暇 或无聊的状态下面 自处的时候 他的自我怎么办 他可能会是混乱的 或什么的 我不知道 我只是一个猜测 我乱说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也有人社会学家 这样认为说 会有这种可能 所以玩重不这样 这是一个 还蛮重要的课题 但是玩跟学跟自由 这件事情 是要看得很清楚的 好 那我今天就是 演讲师到这里 那就是也欢迎大家QA交流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是做爸妈的100种方式 我6月底的时候 8月底 8月26号下午2点到4点 在台中女儿馆太平路那边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读书会 那这个读书会 就是会有一些指定的章节 讲在这边 那也可以上台中女儿馆的脸书 去看粉丝页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赶快报名 因为他读书会 他就是有限名额 因为怕到时候 讨论上面会有困难 好 那就是请宴祺 就是